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倫 又到了我們看電影的時間囉 啊我們這次看什麼 音速小子真人版電影在今年的11月下旬將會上映 然後首播預告片已經出爐了 那...網路上寫說他的民眾迴響好壞參半啦 但事實上我發現根本就不是好壞參半而已 是一片的謾罵吧 因為哪有人會把音速小子改成這樣啊 原本卡通可愛的造型 可是被你改成一隻四隻長長的 然後長得又很像奇心種吧 這什麼鬼東西啊 所以網路上的罵聲連連以外呢 甚至也有很多莫名其妙 那就是很寫實的改圖 呵呵那我看也是快要笑死 所以呢 音速小子他這次面臨了出師未捷生鮮死的困境 那要不是金凱瑞飾演彈頭博士是唯一的亮點 否則我們也不會入場去支持 就是目前網路上 網路上大家對於這部影片的批評 那導演他Jeff Fowler也在也在推特上面親自回應說 欸未來他會做那個重新設計Sonic的造型 呃現在是五月你十一月要上來得及嗎 我也不曉得 呃其實音速小子啊一直都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玩的一款遊戲之一 那他能夠被改變成真的版的電影其實我也是蠻開心的啦 雖然畫面上看起來真的是 嗯 有點令人無言 那其實 甚至還有蠻多款遊戲我也覺得也還不錯 像是越南大作戰啊如果可以改變成電影的話我覺得 我應該也會買單或是一些其他作品 那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訴我說 你希望看到哪一部遊戲甚至哪一部作品可以改變成電玩的 然後改變成真人版的電影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艾倫我們下次見 掰